人口结构老化的台湾 尚有年迈父母要照顾 下有儿女要照料的三名 致氏带着压力往往与夫妻 双方家庭是环环相扣 最新的八点党大戏 一对好不容易买下新房的夫妻 却面临着双方的母亲 无人照料困境 虽然说孝敬老人是第一顺位 但如何在夫妻儿女长辈间取得平衡 往往是难以解决的考验 让妈住到这儿来 你说的是今天 对啊 你说你不看见了妈脚崴了吗 是啊脚崴了在家好好养的呀 别乱跑了就 夫妻好不容易买下新屋 却也因此背上房贷 新生活财政要开始 男主角和丽群妈妈却突然脚踝扭伤 客客顺势动进小两口新家 想不到因此买下家庭战争到货线 文杰这儿没加班呢 妈 您这怎么了 丽群接我上这儿住 快红烧肘子 新疼女儿刚成家就得服侍婆婆 女主角田文杰妈妈 索性跟着一起住进新家 双方母亲共起义屋 也让一场家庭战争就此引爆 哎 何天天 你怎么跟奶奶说话 何天天 你开门 孝顺上一辈同时又得教育下一代 这三明治世代 面对亲情和经济双重考验 虽说孝敬老人是第一顺位 如何在夫妻儿女长辈间取得平衡 往往是难以解决的考验 我跟你说呀 我呀 已经找到怎么对付这两个老太太的家门了 其实这老人呀 都是老小孩 你得哄着 他真生气的时候 你光劝可不行 这人老了 想的事情就多 就算岁数再大 也会相互争宠 相互比较 谁得人疼爱 老人都是老小孩 都得哄着 最新八点档 如实呈现 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 渐行生活 再与父母同行的最后路程 再颠簸 也得靠智慧 圆融解决 才不会让两家人彼此变成 最熟悉的陌生人 记者最后到 同样是隐居话题 韩版的 想见你走进你的时间 这十二集全部上架 但是壮年时期的李子维 是让人有点失望 因为从台版 这文职彬彬又帅气的许光汉 这韩版是 颓废感十足 今年生日 我的第三个愿望 是许给你的 那个愿望就是 想见你 台剧《想见你》 许光汉饰演的李子维 即便到了壮年时期 依旧帅气 戴着眼镜 身披绿色大衣 文质彬彬 不只在台湾收视率超高 还让许光汉汉在全球成粉 连在韩国也是超高人气 现在当地也做出翻拍版本 走进你的时间 年纪小的时候 看起来还好 但李子维到了壮年时期 跟原剧的状态 真的差太多 让剧迷们都直呼崩坏 虽然都穿着大衣 组着拐杖 但从帅气 由头变成了极尖长法 还留着胡子 加上脸上的伤疤 多了一股颓背感 跟距离的这人归 站在一起 十个被笑说 是个流浪汉 但主演的安孝谢 过去就曾表示 没有看过原版 希望自己能够创造这个角色 也是为了每个角色 时空变换上外形细节 都做了很多准备 虽然呈现大不同 但演技还是备受肯定 就看剧迷喜欢哪个而已 这就什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